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今天说说土工包子笔的五中全会 共产党的会议都是秘密会议 你是看不到什么太多消息的 更多的消息还是要听听来自于中南海下水道的报道 来自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车弦片 这是一个讨论中共的所谓的时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没有之一 因为土工要么是什么都不说 暗箱操作 暗错错的开会 闭盟会议 要么就是说出来的话全是假话 全是谎言 真实的事情和他报道出来的新闻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五中全会从目前我所了解的信息 大概是有这么几个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是做了一个什么的 五年的规划 政治经济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规划 然后还搞了一个中期 甚至是远景的目标的2035 这里面唯一值钱的 就是一个什么新东西 也不叫新东西吧 唯一可以让人说到就是2035 为什么是2035呢 这个东西有趣 所以之前我也讲过 西包子他要干皇帝 他要搞干部终身制 他一定要干到2035 2035年以后怎么办呢 据可靠的下水道的消息 你看2035年 习近平也就是没多少岁 不到100岁 差不多100岁了 100岁 现在按照中共的所谓的301医院的医疗水平的话 现在中央领导可以活到150岁 他都干了 他干到2035年了 你想想不到100岁 80多岁 90岁不到 你想他都干了这么久了 这个国家都已经适应了他的皇权统治了 大家真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没有包子迪就不能活的这么一个水平了 一分钟都离不开他 你想想当年毛泽东干了一辈子干的快死的时候 毛中国人他离开了毛泽东嘛 毛泽东死了都哭死了 啊 每一个人都哭毛主席死了 感觉地球都要都要炸了 这个国家还还能活得下去 毛主席都死了怎么办呢 那到时候我告诉你 西包子要是干到2035年也就是这个格局 全国人民非常的不适应啊 中国批评非常的不适应 每个人都哭死了 村村寨寨都要开追导会是吧 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特别值钱啊 另外还出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工作条例啊 之前呢搞了一个类似的东西 叫党组条例 这会改成一个工作条例 而且在全会上通过了 这个东西呢也算是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从看到的工作条例据说啊 比这个所谓的党组条例呢 看上去要斯文一点点 没那么七包子没那么露骨 没有把这个习核心啊 定于一尊这种话写进去 至少写的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方方面面的一些消息啊 就可以展开分析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出租车扯选片的工作就要正儿八经开始了 首先第一 每一届的五中全会都是人事会议啊 这次似乎有点不一样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事的消息放出来 你猜不到啊 而且一直以来 稀报的上来以后 就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下一任的什么七个常委 到底是谁 谁来做总书记 谁来做总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过去这么多年 四十多年都是不仅仅是提前指定 而且是隔代指定 那提前的大发了 是不是 邓小平就隔代指定胡锦涛 江泽民也想搞指定 结果没指定搞 搞不定啊 因为邓小平的影响力太大了 胡锦涛也想指定 也也没搞定对吧 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啊 就卢才选卢才啊 一代不如一代啊 二百五选二百五啊 最后出了个真正的二百五啊 包子这个什么面瓜选包子啊 这个什么什么就挫子里拔将军啊 最后拔出来是个更挫的人 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嘛 我们都现在一般的只要是稍微有点 现实都知道中国是一个 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啊 你只要你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财气 你一定会被排挤掉 你最后手上这个皇位的那个人 一定是个最傻的人 那不可能你 为什么你上不去 其实因为你比他要聪明一点 就这么简单 你说王岐山为什么当不了这个皇帝啊 他不是说他的门底不好 也不是说他的工作成绩不好 也不是说他财气不行 也不是说他能力不行 就是因为他啊比包子迪要多那么一点 财气多那么一点能力 那为什么李克强做不了皇帝 那也就是因为他的学理比啊 他的各方面的教育各方面的水平 要比李克强高那么一点点 你就要照这个逻辑啊 去想至于什么中国共产党 到底有没有是谁比谁的德行好啊 品质好啊 是不是是不是 什么一身正气两求清风呢 那都是瞎扯啊 绝对是瞎扯 共产党的人只要进这个游戏圈子 没有一个是所谓的两求清风的 没有一个是所谓一身正气的 全是混蛋 全是畜生 那畜生畜生不一样啊 畜生里面有的畜生是聪明的畜生 有的畜生里面是特别愚蠢的畜生 特别蠢的 特别的这个土包子的畜生 那共产党的最后选人 就最后一定不会选一个比较聪明的畜生 一定会选一个最蠢的畜生 所以这就 而这个蠢的畜生呢 他因为蠢 他所以什么也干不了 他就有一点 他可以就是做事情无下限 因为他蠢嘛 他不知道节制嘛 他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做事情有一个边界嘛 你说什么叫智慧啊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的智慧 从哲学上去 就是你要认识自己啊 是不是 什么叫做有才气啊 就是你做事情 你要你要顾全大局啊 是不是 你要能够恰讨好处啊 你不能是不能走向疯狂啊 是吧 那宠祸的话 他就是就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疯狂嘛 所以西方也有这样的谚语嘛 什么上帝让人灭亡 一定会首先让他疯狂 那细胞子现在就处在一个让他疯 他已经疯了这么一个宠祸 所以你要怎么理解 细胞子 他不是 你用他说他愚蠢也不对 你说他聪明更不对啊 你说他德行不好 品质败坏也不对 都不对 最合理的错词 我个人认为就是 他是一个一头疯狂的蠢猪 你以为他是蠢猪的话 这是个事实 关键他还是疯狂的蠢猪 所以他会把中国新城的事情 搞成这么杂 你看吴忠全会 他现在就是 他会跟所有的前任都不一样 他念一个接近来 共产党他是一个所谓的缠让之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们选历史的时候 有这么个词的嘛 说他就是中国这个历史 他从来没有所谓民主选举 没有一个共和体制嘛 没有多党竞争 他就比较好的 这都就是禅让之 我可以就是和平的 顺利的把权力让给你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是私底下午 就把权力给你了 共产党可不就这么一个套了 他有什么心中心吗 是不是 什么时候 什么从丁小平到江泽民 实行的权力的和平过渡啊 然后从江泽民 又到胡锦涛 实行的权力的和平过渡啊 然后以后 从习近平到下一任 你一定也会实行一个权力的和平过渡的 因为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权力交接的 这么一种比较稳定的方式 有很多猪一样的脑袋 在那里讨论这些事情嘛 不对 因为你这个最终的任何的结局 最终的任何政治的版图 他还要靠人来推动的 那你想想赶上了一个选上一个 一头疯狂的蠢猪 你怎么一个和平过渡法吧 你告诉我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没有 他就跟过去四十几年搞法 他完全不一样 他根本不跟你指定 到底接下来谁是他的接班人 到底谁是总数据 谁是总理 谁是弃常务 他不定 而且你共产党其他的图形 你也没看到 要么你就甘实像美国一样搞选举了 我不指定了 习近平之后 中国共产党全部搞选举 那怎么可能呢 那不可能啊 是不是 啊 啊 所以你要么就是什么呢 哎呀 一个改一个别的制度 比如说我们搞总统制啊 他也不说啊 他也不说什么都不说 他就是默默的就是把所有的人干倒 其他人只要你不你对我不客气 你不定于一尊 你不以我为核心 我就把你干掉 完了以后 他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当皇帝 就是要搞终身制 可是搞终身制这个东西 你搞得定吗 你搞不定我搞终身制 没那么容易 还是一句话 你虽然你习近平不愿意遵守过去的 已经形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潜规则哈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屁民虽然蠢是蠢点 但是他已经习惯了 每到时候权力就缠绕 然后就是接派人就指定 而且共产党党内也习惯了 关键是各个方面的利益集团 他不不见得是那么听力的 没那么容易 知道吗 啊 如果有那么容易搞的话 邓小平早就搞了 谁不想坐在皇帝上 坐在皇农业上不下台啊 要那么搞的话 江泽民早就搞了 江泽民的谋略不差 江泽民还有曾庆红帮他了 他怎么就搞不定呢 是不是 他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细胞子 他有什么他有什么人给他指点吗 他就说王虎宁 王虎宁其实屁都不是 王虎宁就跟他过去张军乔 跟陈伯达一样的 共产党要拿了他分分钟的事情 他还有什么人的 就跟栗战书 栗战书没有任何的资本 栗战书就是细胞子的 一只小马仔 你知道细胞子上他干嘛就干嘛 他就说细胞子一条狗 他什么都不是 你说是不是 他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不见得的 你说无论是吉德里集团 还是红二代 各方面 除非我这个有些人说 除非现在细胞子能够证明一件事情 他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他证明他是毛泽东的亲儿子 不管是私生子 还是真正的亲儿子 真的 所以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 开始就开玩笑嘛 说细胞子就是想当皇帝 其实最好的策略 根本不是搞什么丁云一尊 根本不是修的这个党章 那个宪法 根本这希特洛都没用 他说反就反 说反就反 一点用都没有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去韩国 去整个容 把自己整成毛泽东的样子 整成一模一样 哎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这个韩国的整容水平很高的 因为这个细胞子看上去长得有点像 毛泽东 至少说话 眼睛一翻 这个嘴巴英灵 衣服那个农民的农村 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个范儿 其实挺像的 可以去整个容 不仅仅是这个形象像 而且是关键是神似 如果能够从能够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或者他长得像的话 中国人信这套的 是不是 谁跟谁特别挂像 哇 谁谁谁谁 还有很多人面相 什么天庭饱满 一副天子之相 是吧 完了以后 中国人终于答应了 共产党的那些死没见识 终于就 那就让细胞子继续搞到底 只有这么一个套路 可以把这个事搞到底 否则的话 没有办法 你想想是不是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下班 什么的 什么 叫什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5个 第14个五年规划 共产党的那些规划 纯粹胡说八道 真的 完了以后 还有什么远景莫远 那更是胡说八道 你自己 共产党还搞得这么长 是不是 你开什么国家玩笑 是不是 哎呦 你搞到想不想干嘛 是不是 一般意义上做事情 都没有那么长远 你看人家美国人做事情 他根本也不考虑那么长远 什么是2035年搞那么长干嘛 是不是 因为人的对未来的预期 是非常的 这个苍白的 因为我们的人是理性的人 人的理性能力是很有限的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还别说是20年30年之后 没有意义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聪明人 智慧人告诉我们 就是真的 就是你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忧虑 今天的难处 今天当就可以了 一个真正智慧的人 你应该要直眠当下 刚强壮的 真的 你应该要勇敢的去挑战 你现在的困境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事情 你看人家川普总统 他根本不考虑那么远 他就必须把今天的事情搞定 然后把一些基础的工作搞好 比如说你的 要回到美国的传统民情秩序 比如说你要去怎么样去让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尽量占多数的保守党的保守派的人 这是有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而且你也不能谋划 比如说他现在最近搞了一个大法官上去了 那也得要人家前任大法官要去世啊 你不可能是他没去世 你想这其实没有任何用的是不是 就是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去世 这是你能定的吗 是你能够预测的吗 他没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人他因为是爱算命 因为他没有一个终极关怀 他没有一个对大局的判断力 他没有基础的性的东西 他没有常识 他没有一个所谓制度性的一个给定 所以他就特别爱算命 为什么中国人都爱算命 我们小时候都爱算命呢 因为你当下你太苦了 你搞不定 所以你以为明天会更好 那明天怎么会更好呢 想想这种愚蠢的思维方式 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既在你身上也在我身上 同时也在习近平身上 在共产党的身上 他们就是今天搞不定 今天这么多事情 你想想你这么重要 一个所谓的五中全会 你如果即便你不讨论人事的话 你也得要讨论什么呢 就是今天中共的外交的格局这么差 中共的经济这么差 或者说中共的跟中美关系这么差 台湾问题这么差 新疆问题这么差 你应该一个一个的 要你研究当下的问题 一个一个研究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会 是把它搞清楚 你说对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这个人事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马上要换界了 你要开二十大了 你这个东西你不研究 你研究什么呢 你研究这么些 这么长远的事情干嘛呢 你今天短期的事情都没搞清楚 就像一个人 他根本没有一分钱都没有 他不去弄今天早上起来 他皮包里都是空的 他不想说今天我去找工作 今天我去挣钱 他想的是我明天 或者是我十年以后 我要在北京买房子 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要养几个孩子 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你搞这种事情 特别愚蠢我跟你讲啊 就是共产党他就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每一个人他都生活在同样的语境之下 中国人他就是所有的错误 不是说出现在细胞的一个人身上 他出现在所有人身上 所以我们做事情呢 我们想着想着 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问题 要搞到自己里面 否则你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有人说啊 细胞子之所以不指定接班人 是因为他过去因为指定接班人 然后斗的是心风血雨的 现在干脆去按搓搓 那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都没多少时间了 你现在不指定 你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细胞子只有一条路 他就一定自己要干 要干到2035年 你想想有几个独裁者 有好下场的吧 没有一个 所有这个想当皇帝的人 清朝解体以后 所有想当皇帝的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个个都死得非常悲惨 不仅自己的死 自己死得非常悲惨 而且家破人亡 不仅如此啊 毛泽东 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 这个东西 毛泽东他就是一个 皇权的一个象征嘛 是不是 所有追随毛泽东的人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你去看 你说是不是 你说这个 刘少奇追随毛泽东嘛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皇帝 刘少奇是手工 刘少奇死得很惨吧 你说林彪 你上来就拿着一个这么红雨露 在那里叫在那里喊 你说追随毛泽东 是吧 死得很惨吧 没有一个人 你说薄熙兰 唱红打黑 追随毛泽东 死得很惨吧 所有追随毛泽东 死都死得很惨的 不仅你自己的惨 而且家破人亡 真的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点 你说习老子这么想成为毛泽东第二嘛 就是这个意思嘛 是吧 这个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 毛泽东是第一嘛 他一定是第二 但是他一定会把邓小平都不放在眼里嘛 他这已经始终我们看的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告诉你 他不可能啊 所以习近平的大概率事件 是一定成为土工中国 末代皇帝 最后 他是最后一个人 他之后中共产党就解体了 就没了 因为他搞的实在是太长 你现在他没搞多久呢 真正开始大全面大爆发 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 之前他还在过去的东西 在慢慢在搞 在在在反腐败 在打对手 这两这两年 这一年多时间 真正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 才华都发挥的淋漓至今了 中国共产党一下子家里就败光了 全世界成为孤家寡人 你想想吧 他这样下去 他能维持多久啊 中国这么大个国家 你开玩笑 你如果能维持的话 你毛泽东不能维持 是不是 你电脑瓶不能维持 为什么不能搞啊 所以细胞子 他是自不量力 所以我对他的总结 是疯狂 是非常正确的 他是一头疯狂的蠢猪 谢谢大家